日俄战争的真相 这场战争表面上是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大打出手,但实质上是,英、美等国为了自身利益,对沙俄在远东扩张的一次联合围剿,而日本只是充当了这场西方列强博弈的代理人而已。 其次,沙俄也不是孤军奋战,它的背后同样有德国和法国的支持,具备了两大集团之间的博弈性质。 第三,这场战争爆发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的东北完全被沙俄侵占了,沙俄军队故意带在东北不走,日本是在经过清政府同意后才出兵中国东北, 并且在战胜沙俄后,日本归还了东三省99%的领土给清政府,因此,这场战争并不是简简单单的,两个国家的战争,这是两个集团的较量。 就像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,被部分军事家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战争背景甲武战争之后,日本企图搁走辽东半岛,但是此举遭到沙俄等国的干涉。 最后,清政府在马关条约的赔款基础上,多支付了三千万两白银,赎回了辽东半岛。 为了制约日本,清政府想到了联俄抗日,出让了很多主权,比如允许沙俄在东北修铁路,以及租借辽东半岛给沙俄,以换取沙俄对清政府的支持。 但是,沙俄的野心明显比日本更大。 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,沙俄撕毁了与清政府的蜜月,除了派遣一万八千人参加八国联军外,又额外出动了十三万大军入侵东北。 经过四个月不太激烈的交战,清军驻守东北的九万人被全监,东北三省全境被沙俄侵占。 清政府在新丑条约上签字后,沙俄先是忽悠八国联军从中国撤军,但是侵占中国东北的俄军却一直不撤。 从1900年至1905年,持续占领了五年之久。 注意,是俄军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,不是八国联军。 沙俄在东北来着不走,让英国很不满意,同时也让日本很不满意。 因为甲午战争后,日本就霸占了朝鲜。 沙俄在中国东北驻扎重兵,威胁到了日本在朝鲜的利益。 最早的时候,日本国内主张通过放弃东北,换取沙俄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权。 然而沙俄不鸟日本,坚持要把朝鲜变成中立国,并且还派兵进入了朝鲜。 这一下,沙俄就动了日本的根本利益了。 日本国内开始酝酿对沙俄开战。 另一方面,英国撤军后,发现俄军不撤,先是外交斡旋,让沙俄自决点。 在斡旋无效后,英国干脆与日本签订了英日同盟合约,明确地支持日本打沙俄。 并且英国还出了狠话,日本是自己的盟友,如果水盘帮沙俄,就是与英国为敌。 所以,欧洲大陆的国家,都没有派兵支持沙俄,只有德国和法国暗中帮忙。 比较搞笑的。 是,德国后来跟沙俄翻脸了。 战争残酷的原因,由于英国和美国的怂恿,再加上沙俄的咄咄逼人,因此作为战争的双方,日本和沙俄都是压力巨大。 双方心里都清楚,如果打输了,就意味输掉一切。 如果赢了,就意味赢得一切。 尤其是日本,完全就是在赌国运。 因为假如日本战败,必然会丢掉朝鲜,那么,日本本土被沙俄入侵只是时间问题。 搞不好日本也会落得跟清政府一样的下场。 但是如果打赢了战争,就很有可能跻身于世界列强行列。 在看沙俄一方,俄国陆军大臣阿列克塞库罗帕特金大将列出了一个非常狂妄的计划,以远东线有兵力,坚持六个月的防御作战,直到集结足够的兵力之后,再进行反攻。 俄军直接在日本登陆,击溃其本土部队,平定人民的反抗,占领都城,升行日皇。 所以,这场战争对于双方而言,都是批了老本的战争。 日本绝对不能输,否则王国杀俄救。 没想过会输,一开始就制定了灭亡日本的战略计划。 因此,战争的残酷性也就可想而知了。 1904年,日文在征得新政府的同意之后,出兵到东北,发动了日俄战争。 注意,日本是在征得新政府同意之后才出兵的。 这一点和我们对历史常识的认知相悖,但是,这确实就是事实。 在经历了长达一年半的战争后,最后以沙俄惨败,日本惨胜高中。 在战争中,日本完全不计较损失,掏上老本跟沙俄在干仗。 当时,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尔玉伦太郎提出了一个冒险的六成法则,也就是每一场战斗,日本对俄国胜利只要有六成就够了,不要求有十足的把握。 在很多情况下,日军都是弹尽粮绝,平临崩溃境地。 例如203高地战,简直就是后来反二灯绞肉机的预演。 战争消耗日俄战争的残酷,在于当时很多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,都首次用在了战争中,比如速射炮、机枪和射击准动。 更高的卡宾枪,都在日俄战争中,首次被大规模使用。 简单地说,防御一方的装备有飞速发展,但是进攻,还是要靠两条腿冲锋。 虽然日军在此之前与清军交手过,但是,清军只是装备了西式武器的旧式军队,根本没有近代化军队的模样。 而沙格在克里米亚战争后,也没有打过像样的战争。 所以这场战争,是双方在工业革命之后,第一次打近代化的战争。 损失对于双方来说,都是巨大的。 就拿战胜的日本来说,甲午战争时,日军的战死、负伤、残疾,永远丧失战斗力人数共计有17282人,消耗了日阳两亿元。 而在日俄战争,日军死伤残38案,是甲午战争的20多倍。 消耗军费17亿日阳,是甲午战争的8倍左右。 基本上把日军的常备兵力和财政储备给打光了,无力再战。 再看俄国,损失比日本还大。 虽然杀俄的伤亡比日军小,但是,俄军被俘了人数比日军高,死。 伤残人数最起码也有十几万,而且两大舰队被歼灭,国内经济面临崩溃。 沙俄在这一次战争后的后遗症,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, 直接导致了12年后,再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崩盘。 战争之后,战争之后,日本和沙俄都没有占到便宜。 日本想让沙俄赔钱,结果,沙皇尼古拉二世态度十分强硬,一个子都不给,不服就重新再来。 最后,日本只是取得了对南满的控制权,以及稳固对朝鲜的统治。 除此之外,再也没有了。 这种战胜补偿,与日本国民的期望有落差,最终导致日本国内的民众抗议政府,爆发了日比古纵火事件,把美国的大使馆都给烧了。 因为美国出面斡旋停战,日本人认为,美国鬼子没安好心,当时的贵太郎内阁,为了谈加老百姓,派兵抓捕群众,又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。 日本国内的政治家普遍不敢吭声,任由国民发泄不满,报纸上甚至还刊登社论,认为日俄战争就是白种人的阴谋,是英国和美国故意利用,日本打了一场代理战争,既削弱了沙俄的势力,又不让日本人得到好处。 英美在战争中乘机卖军火,放高力战,考得日本政府负债累累,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扭亏为赢。 这场日本国民的宣泄运动,最终结果是,打赢了战争的贵太郎内阁,没有获得任何奖励,反倒被迫宣布下台了日,俄双方都是打亏本仗,而占便宜的,却是躲在后面的英、美。 美国的右翼政客私底下大骂日本人,不是我们英,美借钱给你日本,买武器给你日本,提供情报给你日本,帮你日本阻碍沙皇舰队,帮你日本突进了威海卫军港,帮你日本出来斡旋和平,你日本就真以为,就能胜得了沙俄了。 连我们的大使馆也敢砸,教堂都敢烧,反了天路牌。 由此之后,日美关系陷入了不冷不难的局面,美国还制定了一个橙色战争计划,目的就是为了逢着日本。 另外,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,因成功地调停了日俄战争,获得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,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美国人,而他也是这场战争的幕后策划人之一。 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奖项,历来就是用来搞笑的。 对于中国的警示日军在战争中的表现,犹如耳瓜子一样,啪啪打兴廷的脸。 人家有志之死地,而后生的勇气,清政府却没有。 甲午战争时,维新派就上书,不要投降,赔钱解决不了问题,大不了迁都西安在战。 停下来,情况会好转。 结果呢? 清政府认为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以为赔钱能了事。 然而赔钱不仅不能了事,反而惹出更大的事。 纵观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这十年,混乱的源头就是甲午之败。 而在日俄战争中,清政府的表现,可谓是一如既往的烂。 虽然战争后,日本归还了东北的领土给清廷,但这明显是受了英国方面的压力,迫不得已才还的。 不过,对于无能清政府而言,能够收回几乎已经失去的东北主权,他们就很满足了。 于是,瞬间就忘了甲午之恨,国内的立宪派还被日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,觉得搞立宪才是出路。 问题是,日本本来就有虚军的传统,中国有了。 洋务派是学人家皮毛,立宪派也是学皮毛。 最后学的是四不像,别国搞立宪是为了分权,中国搞立宪是为了抓权。 结果搞来搞去,直接把清廷给搞没了。 嗯,搞没了也挺好的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。